面对疫情的挑战 我要特别感谢 所有监守单位的 医护 警察 消防 以及国军弟兄 以及各单位 轮子的同仁们 年终贺岁敢言 市长陈其迈说的 不是恭喜发财 而是诚挚感谢 这一年来 监守岗位的 所有防疫同仁 一直是防疫模范生的 高雄市春节前夕 出现COVID-19的本土案例 让整个防疫团队 更加绷紧神经 取消传统发红包行程 陈其迈每日坐镇市府 与专家学者召开防疫会议 向市民报告 及时的疫情掌握 就怕民众不明所以 全身恐慌 也怕感染轻震者居多 大家松懈了心房 Omicron的病毒 它在体内 你如果被感染 它就很快的复制 如果你暴露之后 根据最新的挪威 日本跟荷兰的报告 大概94%左右 在五天以内 它就会发病 防毒来势汹汹的 Omicron病毒 高雄市春节期间 疫苗接种不打烊 不管是美丽岛捷运站 还是钢山慈寂 甚至迷陀 永安 陆竹 美农等地 从出息打到年初六 三个品牌 共2.6万剂 不怕民众打不到 就怕民众不肯来 而在出现疫情感染的 奇境区 更是将开春节筛检阵 做大规模的筛检 防疫人员牺牲和家人团聚的年节假期 民众也积极配合筛检工作 难能可贵的团结防疫 让大家长陈其漫 深深一鞠躬 我要特别感谢 所有其今的市民朋友 能够跟市府团队一起合作 在这里我要深深的一鞠躬 来表达感谢 虎年开春市府防疫团队 跨局处坚守岗位 持续配合疫调确诊足迹 筛检站加强环境消毒 从百货公司到商圈市场 从咖啡厅到餐厅 学校到大众运输 更不用说骑进去的大街小巷 消毒车碰雾机 数百名人力投入环境清销 而同一时间配合防疫拘检隔离的民众 不能和家人团聚围炉 陈其迈也特地致电慰问 我是那个市长陈其迈 那还好吧 就在里面 还可以啦 加强机查 宣导防疫 以及做好环境清销 COVID-19病毒的变异功能超顽强 还需要民众多多配合这件事 我们不只要完整的接种两剂 而且如果符合资格 要施打第三剂的时候 就要赶快去施打 而在二月底前 高雄市也推出满18岁以上 打一二剂疫苗 赠送200元礼券 75岁以上接种一二三剂疫苗 赠送500元礼券的措施 希望借此凭疫苗覆盖率 也为市民增加防疫力